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先看场上这块 双方起了矛盾了 刚才这次犯规呢 应该说 吴伟对别拉这下呢 上的还是比较 这个力量相对比较大 别拉有可能会受伤 所以国安队员们也非常不满 妥协 还是把这两个人都一起派上场 他们两个在场上确实能产生比较强的这种化学的这种作用 我们看主菜板 梁昌尉也是在警告吴伟 就虽然你这次呢 不构成黄盘 但是说你已经连续两次对他犯规了 给你计刺出了 你下次相信再对他这种犯规呢 可能菜板就要给盘了 试骑也好了 但是大连人这边呢 他现在呢是轻松长阵 也知道这场比赛 他做好的各方面准备 赵徐志 赵徐志好球啊 赵徐志好球啊 赵徐志机会来了 这个球有没有点球 赵徐志没有判 当然这个球我们说 赵徐志虽然没有处理好 但是赵徐志改的这一项 真漂亮 比可这边上半场比赛还没结束 这就要换人吗 这是 哎呦 别拉受伤了 刚才那一下影响还是比较大 这对国安而影响 我们说这两大核心 奥古斯托没回来 比阿拉再踢不了 这国安这个进攻出大问题了 打到了蔡北安的腿上 但是比赛仍然在进行 那李磊的传终质量 好球啊 这球有想法 巴卡姆这球选择了一个后脚跟 但是没有打正球门 张宇宁拉到了左边 看张宇宁的传终质量 有想法 好球来了 张希哲 张希哲来到了别拉的位置之后啊 我看张希哲这球啊 明显是一个发现 这上场比赛 我们说这个比利琴一直在压着张宇宁 没有让张希哲打 这场比赛进球之后啊 张希哲也是完全这种情绪抒发了出来 而且这个球我们说张宇宁传的是真漂亮 一瓶球 有点这种倒三角的意思 这个球应该是这个角度看不像约位 但是就很致命 又来了张希哲 还是在左边刚才这个位置 张宇宁 好球 看李磊的传终质量又来了 2比0 左路 又是张希哲 没开二度 我们说张希哲 这以后啊 张希哲跟比利琴说 看见没有 把我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此刻呢 我们说相信啊 在十分钟之前 球迷还是不比怀念别拉 觉得别拉不该受伤 这时候我们说张希哲此刻呢 替代了别拉的作用 而且比别拉发挥的还要好 你看这下倒三角传回来 迷可 漂亮 这个球就是我之前刚才就是讲的 这种倒三角传球啊 你传这种地平球 它直接迎上去就可以打了 张希哲看他那个球 虽然传的很准 但是说我们说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太讲究 这个球你传这种半高球啊 离可还得停一下之后再打 没有那么连贯 这种倒三角传球 如果能传地平球啊 一定要传这种地平球 后边上来的队员 它好处理 这让他打到左边一位 我明显能感觉到他或多或少踢的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别扭 就拿圈之后呢 这种队员 它不由自主的就向中路靠 看他一会儿登场 在前场会换下谁啊 有队员犯规啊 赵徐是这样比他挺蛮拼的 赵徐是这个球确实 我们说跳起来应该是登到了高天意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其实前两场比赛 为什么只有一个进球 包括何赛还提到了 参加发布会还提到了 就是球队进攻有问题 刚才这下 同磊又是吃了一张黄牌对苍净 同磊这是第二张黄牌了 这张黄牌应该说 确实球出去之后呢 和刚才那个 其实有点一举同工之妙 刚才和池中博这下 不太冷静了啊 但是同磊这时候 你说你得知道你自己身上有一张黄牌 而且这个位置我们说 离得毕竟还比较远 还在中场这个位置 何赛这时候0比2落后又少了一个 而且关键是你的同磊打不了 对下场比赛还有影响啊 但是这会儿他可能还是在 但是这个当时在讲规则来说 你说这个液窝之下到底怎么界定呢 说你这个手啊 你垂直身体的时候的液窝部分 跟你伸起来之后 这个液窝的部分 这也是一个 我们说现在对于裁判而言 也是一个大胆体 我们说这个好像没有怕 这比赛继续进行 但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客观的说 显得格外吃力一些 这周主裁判梁才尾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张希哲的下半场的梅卡尔路 北京公安终于迎来了本赛季的首胜 同时也送给了大连队的三连败